65岁的向女士 她独自抚养长期卧床的儿子 已经有14年之久了 在政府社会福利补助之下 仍然是有经济生活切口 吉安向南游淑珍 特别号召了大汉建设公司 人里万善庙 即花连线乐活旅游发展协会 爱心捐款24万元 前往向家来探视慰问 而这一笔上款呢 可以支持向家至少两年的生活费用 65岁的向女士 独自抚养长期卧床的儿子 已经有14年的时间 在政府社会福利补助之下 还是有生活经济缺口 吉安向南游淑珍 就特别号召了大汉建设公司 人里万善庙 还有花连线乐活旅游发展协会的 爱心关怀金 28号前往给予实质上的帮助 向女士她退休之后 一万八千块的经费 然后呢我们中低老的部分 七千多块的经费 以及弟弟长期以来的这个重产五千多块 她的每月收入是三万多元 但是因为弟弟身强力壮的 这个身躯让妈妈没有办法报 所以她的这样的外劳的经费 跟我们每天付食品的经费 其实是还有短差的 所以我们益住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是在我们公部门的社会福利以外 没有办法再给予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谢谢大汉建设为我们益住15万 万善庙给我们7万 我们乐活旅游协会给我们益住1万 总共是24万两年每个月1万块的益住的力量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关怀 这次就是因为乡长的号召 那我们公司有这个能力 所以有来共襄盛举 那进我们一些企业上该进的一些社会责任 刚好是碰到吉安乡公所那个邮箱长 那他们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是伸出这个住院的元首 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年关 因为车祸 然后就窩床十几年了 从当初像植物人一样 现在有进步了 那家里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准备这个吉安的救助金 我们的志工也有出钱 我们的那个以前监事也有出到钱 所以我们这边总共7万块 这次由7月社团捐助了24万元善款 存入吉安乡的人爱基金 未来每一个月会定时汇出1万块钱给向女士 这次的捐赠将可以让向女士 至少两年的时间 可以稍微减轻一些生活经济负担 乡长游淑珍也期盼社会能够持续发挥爱心 帮助乡境内更多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家庭 这里会节安相报道